男主开局就被戴了顶绿帽子 每天省吃捡用甜的女神 如今却在家楼下和别的男人车阵 不仅狂夸技术比男友好 而且发现了男友就在旁观 还特意露出一副爽翻天的模样给他看 这时男主手机突然传来了父亲病危的电话 没办法只能先抛下这对狗男女直奔医院而去 流年到了医院才知道父亲是因为打游戏搬砖突然昏迷不醒 连医生都束手无策 为了调查原因流年决定去游戏里寻找答案 刚戴上VR头盔 下一秒就被传送到了名为荣耀争霸的虚拟真实游戏中 起初流年利用系统给的新手奖励 升级爆装备都很顺利 甚至还幸运地爆出了稀有修行零食 直到一群不速之客出现意外发生了 而带头准备抢夺他的正是那对狗男女 因为刚出新手村自己的实力还远远不足 连前女友的随意一击都没接住 最终在小白脸的攻击下 被一刀毙命惨死荒野 然而当流年再次睁开双眼时 发现膝下竟多出了两个美女 而且还有个九尾狐狸主动投怀送宝求疼爱 直到玉贵人拿出铜镜 通过叙述加上看到了镜子中那道陌生的脸 流年这才意识到他竟然在游戏中穿越了 而且还穿越成了NPC伤咒王帝星 唯一遗憾的就是他是在皇陵中获得重生的 为了验证这一切都是真的 流年还特意吩咐玉贵人用舌头替他解决疲劳 结果果然如梦如幻爽翻了天 而苏打几见到大王有如此雅兴 便主动提议要姐妹们和流年来个鸳鸯 以此庆祝重获新生 眼看着打几虽然用了无尽岁月替他守皇陵 却仍然风韵有存 戴到衣服剥下的那一刻流年彻底坐不住 然而走进浴池他又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九尺肉陵还真的存在 并且这里不仅能使人缓解疲劳还可以加快修炼 那他喵的还等什么呢 让我们抓紧时间开始修行吧 刹那间一道道悦耳的声音传遍了整座皇陵 大战一直持续到虚无中系统传出声音才停了下来 恭喜宿主成功激活隐藏职业人皇 西德修炼秘法九尺肉陵和暴殿天雾 而当流年刚穿好衣服玉贵人便传来了噩耗 表示申公报已经到达了皇陵 并声称要打几姐姐立刻出来一时 由于此行凶险未知打几便建议先把流年藏进他胸口的视频中 如此流年也可以一同和打几前去皇陵宣德殿会议会申公报 不久后画面来到宣德殿中 眼看着申公报竟敢私自坐上皇位 粗打几二话没说挥舞着力掌就要上前大战一番 不料一小兵还想出手阻拦 而打几仅仅仅是看了他一眼 细细爆发间便已将其轰的倒飞而出 见状小兵紧忙出言叫停表示申公报已经接管了游戏运营 先冷静一下听他说完再打也不迟 而直到听完申公报的叙述流年这才明白 原来这款荣耀争霸的游戏乃是原始天尊和江子牙一同开发的 用来从现实中选拔可以飞升仙界的人才 最初的设定机制规定即便是玩家在游戏中死亡 只要晶圆不灭就可以去复活点 复活对身体没有任何伤害 但这一切在申公报伙同通天教主将江子牙封印后都被改变 他们私自把魔戒的妖魔放进游戏中扮成NPC偷偷吸食人类晶圆 以至于像流年父亲一样的玩家在现实中就会陷入昏迷 而原始天尊因为闭关至少需要千年才会苏醒 因此只要他们利用好时间吸收足够的人类晶圆便可突破智谷成就大脑 而此次申公报来皇陵的目的就是探查咒王是否已经获得重生 因为人皇的晶圆足以让通天教主境界跨越两个层级 但听妲己说咒王并未重生 申公报也就没有选择申救 只是承诺如果可以帮他找到咒王地心的转世 通天教主定会设法将妲己三姐妹救出皇陵逃出生天 说完便以巡视为由转身离开了宣德殿 听到这里流年也明白如果不设法阻止申公报的阴谋 恐怕不仅父亲会出事就连现实世界都将毁灭一旦 而见到大王有如此雄心壮志打击紧忙掏出了一块玉玺 表示玉玺乃是咒王林中所留只有人皇血脉才可打开 流年一念一动 一把生了秀的宝剑便出现在了面前 据胡喜妹所言此剑名为龙凤剑 大成之日可一剑破万君 就目前状况还需要许多稀有材料才能激活 流年听完也没选择着急激活宝剑 因为他此刻还是个新手菜鸟努力升级才是眼下最要紧的 听到流年要离开打击紧忙上前抱住依依不舍 随后又发誓他定会勤勤恳恳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境界可以出去侍奉流年 紧接着伴随流年一念涌动作用在玉玺上的一刹那 便在爱妃们的恭送下 眨眼间就又穿越回到了新手村中 她本是家财万贯的豪门大小姐 如今却以洗澡为名 将全身涂满迷魂药 背地里干起了色诱男人行窃的勾当 可男人不仅没晕 反而犹如猛虎一般将他扑倒在床 原来是药店失误把迷药换成了春药 这才导致女孩丢了第一次 被迫要求穷屌丝成了他的上门坠雪 回想起两人出相识的地方还是在游戏中的新手村 流年刚从咒王黄陵中穿越回来 就碰到了玩家们一拥而上前去抢夺刚刚刷新的副本 其中属方奇尔一马当先冲的最猛 从他的速度和装备上不难判断 方奇尔定然是哪个大家族的克星玩家 面对着众人都无法击杀的107参数金 方奇尔使用宝剑奋力挥出 下一秒便将困住大家的藤腕全部斩断 但却唯独忽略了隐藏在地下的一根藤腕 冲出地表的同时就将方奇尔和流年瞬间缠绕 紧密地将两人捆住掉在了半空中 随后就看参数金低头的一刹那 一颗颗果实缓慢移动到两人面前 哼的一声炸裂而开 里面的荣叶甚至都将流年的上衣全部溶解蒸发 见状方奇尔急忙表示自己的项链就是法宝凤凰铃 但此刻却无法施展催动 没想到话还没说完流年便一口将项链咬下来 那每次都需要好久才能施法催动的凤凰铃 竟然在流年的嘴里被瞬间催动 当场将怪物秒杀 流年也通过击杀身术金获得了材料之外 还成功连升了三子 而相比于方奇尔的震惊 隐藏在角落里的前女友和小白脸却一脸问好 他们不明白这个穷逼为啥突然间会变得这么强 但方奇尔却发现了问题所在 想到流年刚刚是用嘴巴施展催动的凤凰铃 方奇尔便来到了流年生前做出了一个大的嘴 那就是亲自用嘴来搜索一次 可脚和半天才发现流年嘴里根本就没有一样可言 随即又紧忙起身表示姐不会白亲了 不远处就是即将举办拍卖会的宝华楼 先和我回趟家换身衣服 咱们就去为你买宝物作为谢 眼看着表面上方奇尔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 感谢流年才会如此 可实际上他却藏着私心 回到家一定要想办法弄明白流年 可以瞬间施展法术的秘密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还特意瞒着流年买了一瓶迷魂呢 导致俩人到达家门口时已经是夜晚时分 看着面前自己曾梦想过无数次的大别墅 流年正享受着财阀乐趣 见状方奇尔便借游子说要去洗澡 来到浴室后一瓶紫色药水就被他拿了出来 将两条腿都涂满之后 便一脸诱惑地穿着浴袍走出了浴室 来到流年身前药水开始自动规范 只见方奇尔刚准备抬起大腿 流年便已经控制不住冲动上前 对着脚丫子就是一顿铁 而眼看着流年不仅没晕倒 还一脸浴果纹身奔着他破烂 方奇尔这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从自己身体中传出来的奇怪感觉来看 定时买药的时候老板误把春药当成了迷魂了 但由于药效发作两人都中了招 只能任凭一场旷市大战发生 战争持续了两个小时这才消停下来 一想到流年竟然夺走了自己的第一次 方奇尔便气不打一出来 不仅主动要求流年入坠方家给他当坠血 连拍卖会都没心情去了 直接扔给了流年一张卡 表示里面有一个一箱中什么就去买什么赶紧 然而听到流年穿衣服往出走的声音 方奇尔心中又有些不是滋味 想到刚刚流年的表现确实让他很快了 那就认了这个坠血努力培养他成为方家的助理了 不久后画面来到拍卖会宝华楼门口 流年刚准备进入会场 就被给他戴绿帽子的狗男女拦住了去了 一个价值四万的香炉 男人却用一口价四百万买下他 只为出口气给他的女友和小白脸看 原来这次刚刚前女友伙童小白脸 还在埋态流年穷逼一脸寒酸样 没想到紧接着流年就给他俩上了一课 由于此次拍卖会入场人员的最低门槛 都需要一千万资产 前女友听后差点笑抽 扬言这小子要是能拿出这钱我都去吃香 不曾想下一秒就被光速打脸 因为流年掏出的竟然是至尊黑卡 要知道此卡最低的使用额度都是一个亿 见状前女友自然不幸 立刻找来的安保人员要求现场查验卡的真伪 没想到这卡不仅是真的 流年还被带进了VAP通道 反观他们自己因为普通金卡的缘故 就只能跟随大众一起排长队入场 以至于进入拍卖场后眼看着流年坐在了第一排 气得黄毛男咬牙切齿发誓一会定要出口恶气 伴着宝华楼老板娘宣布拍卖会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卖物可以回复血量的冰玉箱底就被拿了出来 起拍价十万的价格瞬间飙升到了一百七十万 而随着黄毛男二百万喊出场面一度陷入沉寂中 直到流年一生四百万直接打破了瓶颈 但这一切其实都是黄毛男想要看到的 因为在他眼里流年的至尊黑卡一定是偷的 如果被施主发现自然不会放过他 黄毛男的降落直到老板娘抬出了最后一件拍卖品九要苍龙跑 一件攻防兼备战士法师都可以穿的战甲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众多玩家一阵哄抢台价 黄毛男更是出价五百万势必要拔得头筹 没想到流年竟直接喊出了一千万再次震惊全场 而相比于被惊掉大牙的众多玩家们 老板娘却显得异常兴奋 暗自窃喜一定要设法认识流年这个大猫 而他的想法也恰巧和流年的前女友不谋而合 随即就在不久后流年才到后台市穿了战甲 前女友便闻讯主动找上了门 走上前还想利用美人机勾引流年吃回头草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剂大嘴罢了 我说更衣是怎么如此喧嚣 原来是贵人身旁桃花朵朵 话音刚落老板娘缓步上前来到身旁 轻声询问流年晚上可否有时间上课 前女友听到此话本想出言还击 不料却被老板娘一脚踢出了房门 就在这时音乐一响逼王登场 只见黄毛带着警官就要让流年拿出黑坎接受检查 没想到结果还是失败惹的黄毛恼羞成怒 气息全开就要当场发飙 而此举恰巧应了流年测试战甲强度的心意 但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黄毛就已经被老板娘一扇子扇飞了出去 没办法黄毛只能留下狠话仓皇逃跑 只剩下流年俩人让老板娘更加放肆起来 主动开始邀请流年现在就去他房间上课 而流年本想以他结过婚为由拒绝邀请 没想到却惹得老板娘变本加厉突然抱住了流年 怎么你是嫌弃姐姐老吗 姐姐的技术可不是那些木头可以比的 说完便一口直接对着流年吻了下去 温馨提示由于本集画面相当炸裂 部分剧情解说需要宝子们自行脑补谢谢 上集说到老板娘本想通过轻轻来探查一下流年嘴里的秘密 不曾想却嗅到了一丝熟悉的气味 紧接着他便半蹲下来 表面上是想炫耀自己的技术可以为流年缓解疲劳 实则内心却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但在课程进行过程中刚感受到他姐姐的气味 由于课程进行过快 流年很快便呐喊出声交卷下了课 而对于老板娘的教学流年那是赞不绝口 这时老板娘又递给了流年一部手机 表示这里有她的联系方式 如果后面有需要可以随时联系 拿起手机流年这才知道老板娘名叫青秋雅 但这游戏世界也在使用手机通讯 未免让流年一时间也蒙了圈 眼看着流年的词别表情 逗得青秋雅花枝断颤 请到深处冲过去抱住流年就要再上一刻 无料一阵强光袭来将两人瞬间弹开 而见到流年的护体法宝 青秋雅也认出了她正是帝王的玉玺 这下更加让她确认了流年就是咒王帝心的转世 见状她又急忙掏出一颗储物戒交给流年 表示如此重宝 如果不放在储物戒里定会招来杀身之火 姐姐不在身边 你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的姐夫 而这一声姐夫叫的流年瞬间一脸问好 随后她才知道原来秋青雅说的姐姐正是九尾妖狐苏打几 眼看着秋青雅乃是一家人流年就也扔掉了防备心 想让她通过拍卖场的关系来寻找一下自己父亲和弟弟的下路 说完起身刚准备离开 一个被秋青雅称作小八戒的人便出现在了门口 只见她刚一见面就哭通一下跪在了秋青雅面前开始求爱 惹得青雅一脸嫌弃一口唾沫直接吐进了小八戒嘴 可小八戒不仅没愤怒反而还细细品味起来 表示这唾沫有点咸还有点心 询问秋青雅最近是不是上火了 然而一旁的流年却知道那哪里是上火 明明都是她的孩子们 然而流年当初房间还没走几步 小八戒便紧随而来叫住她 吓得流年一击零开始暗自伤身 不会是这小子知道她吃的是什么了吧 当你意外穿越成了伤咒王会有什么体验呢 刚回到家打几遍扑进了你的怀中 两个宠妃吃醋为了让你与陆君瞻 各意制作了一款专属神器水床 她不仅可以让咒王加湿 而且双修起来还能事半功倍 三女摆好姿势我的咒王 你还在等什么呢 就在刚刚流年被小八戒突然叫住 看其来者不善还以为要对她动手 没想到这小子竟当面哭了起来 非要带流年为师教她如何才能俘获清秋雅芳心 而流年本不想应允 但听说小八戒乃是天当商会的人 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表示自己虽然不差钱 但你拜师最起码的见面里还是要准备的了 发音当落一箱子法宝便出现在了眼前 很显然小八戒是把能拿出手不都拿出来 只为可以证明诚意让流年尽快教她泡妞蜜 紧接着一本名为狐妖四十八世的书籍便被流年掏了出来 而小八戒肯定想不到这本她从未见过的读书 其实就是流年和打几上课时被记录下来的话 不久后为了尽快升级流年来到了灵树森林 拿着小八戒给她的药水和李火福相互配 一击之下直接秒杀了所有狼妖 获得大量经验连升五级等级来到了二十级 根据系统提示目前她还是个无职散秀 所有技能都以封顶只能去转职大厅转职成功后才能突破 然而当流年来到转职大厅却出现了意外 只见她来到前台表示自己已经到达二十级要转职成为战士 结果却显示失败无法转职 甚至换成别的职业系统也显示她不具备转职条件同样以失败告终 此来想去转职失败很可能是因为她咒王的身份造成的 随即流年立刻拿出玉玺意念涌动间 下一秒便传送回到了咒王灵幕内 当流年外貌变成咒王的一刹那 苏达吉便已经极不可耐地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 而听着达吉叙述这才得知 原来自己无法转职就是因为咒王人黄血脉的缘故 但其实达吉早就为流年准备了七窍玲珑 只需要腌制三日服下后就可以提高技能学习上线 这时另外两个爱妃也钻进了流年怀中 表示这次回来为了让流年与陆君战 他们特意为其用灵力制作了一款专属法器 随即在三女的指引下穿过走廊打开房门后 一张粉红色的床便映入了流年眼中 听说此床不仅可以让双修事半功倍 甚至还能让流年家世经久不衰 伴随着三女一次躺了上去摆好造型便齐刷刷地看向流年 大王还等什么呢 快来一起修炼了 挑战全网最炸烈视觉体验 再次声明本集部分剧情需要自行体会谢谢 上迪缩到流年穿越回到了咒王身份 眼看着三位爱妃齐聚一床忍不住发出感叹 别人可要加buff 轮到本王打妆加buff真是爽歪歪啊 然而据妲己所言 这多修之法还是他们三姐妹共同为咒王私人定制的 此功法能助流年淬炼人体久翘 让流年更容易吸收天地精气 不仅修炼速度可以翻倍甚至修炼成仙都止日可 话音刚落盼着胡喜妹已经抢先用嘴为流年淬炼咆嚼 床上的妲己和玉贵人开始埋怨出声 见状胡喜妹便表示既然姐妹们都等急了 那干脆就三处翘学同时淬炼吧 说完一把就将流年推到了床上 这才得知原来此床名为凤鸾春温床 乃是用999头雄性妖兽的渗炼化而成 男人躺在上面即使持续24小时运动都不会把他批的 说完打几遍和玉贵人开始配合帮流年淬炼排水翘不举翘 而胡喜妹更是为了加快口翘的淬炼 直接一屁股照着流年坐了上去 刹那间慈禧彼伏的声响伤变了整座黄绿 直到五个小时过后一阵光芒浮现 伴着系统声音响起今天的淬炼也宣布暂时告一段落 恭喜宿主秘法九池肉灵提升至终极 72小时之内修炼速度由两倍增加至四倍 恭喜大王三窍淬炼成功 听着爱妃们的庆贺声让流年感到浑身瞬间充满了力气 但却没料到打几竟还为他准备了特殊灵 那便是安排了其他人来帮流年淬炼另外的六窍 紧接着就看打几一声娇和 一个名叫牛甜甜的女孩便进入了视野中 此人虽然是牛魔王的妹妹但也同时是打几的徒 所以用起来也比较放心 而且为了不让牛甜甜尴尬 打几还特意嘱咐她既然成了大王的女孩 那么以后彼此就以姐妹相称了 因为牛奶是淬炼双目的质宝 因此双眼翘淬炼就交给妹妹 说完便行了跪拜里退出了房间 目送姐姐们出了房间牛甜甜胆子也大了起来 晚不来到流年身边 衣衫吞去的一刹呢 伴着一声娇和响起 两盏大灯直接顶在了流年脑门上 双目翘淬炼就这样开始了 然而淬炼过程让牛甜甜痛不欲生 忍不住向流年索取 大王奴家有点受不了 还请大王恩赐与路以解危机 本集继续炸裂剧情 年纪小的请自觉退后谢谢 上读说道 牛甜甜情到深处来了的华丽转身 恳求流年用鞭策加以恒爱 这特殊癖好惹得流年一阵血液 随即也顾不上那么多 照着目标开始无差别鞭打 刹那间此起彼伏的声响传遍了整座黄梦 然而即便是流年的手都打转 这小奶牛却仍不满足 还嚷嚷着想要更多 就在流年准备用尽全力给他上一课时 该死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 原来是老板娘雅姐找到了表弟的线索 没办法流年只能选择退出战场 准备前往碧波谈一探究竟 临走时还特意安慰了牛甜甜 要他安静等待自己处理完手头的事 就回来继续催炼双目 说完在发动玉玺转移技能的同时 又丢出了一根大黄瓜 让他忍不住可以先自行解决 不久后画面转到碧波谈中 流年当使用玉玺空间转移来到这里 便看到了一群人正在围殴一只鲜鱼精 而当认清鲜鱼精的长相之后 看着那和表弟几乎同一样貌的神情 顿时让流年一阵无语凝掖 出于谨慎流年试探着叫出了表弟名字 下一秒表弟便冲出人群一把抱住了流年大头 这尴尬一幕顿时惹得众人哈哈大笑 但流年却没管那么多 只是询问着表弟和爸爸在游戏里失踪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当初两人进入游戏一路升级到20级来到了转职大厅 流年爸爸成功转职的同时 表弟却莫名其妙地被传送到了碧波谈 还被系统刺名奔波了 而且他还被这里的地头蛇九头虫囚禁在此 把他当成了诱饵勾引来玩家他号钓鱼吸收惊奇 这时话音刚落伴着水面突然炸裂而开 九头虫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凡人赶入本王的地盘 全部献出惊猿否则死 然而面对九头虫的警告 大部分玩家还在研究怎么打团战刷副本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机 反观流年却清楚得很 因为通过他对这款游戏的理解这里 根本就没有九头虫的设计 而九头虫却出现在此只有一个可 那就是他和篡改了游戏设定的身攻暴使用 所以面对众人的群起而攻之 九头虫仅仅是释放了一项威压 下一辆所有玩家便全被镇伤呆立在了原地 这是堪称漫画史上最变态的惩罚 一个大男人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小女人 让拥有两个弟弟的手下当众给他上课 其他人更是不甘示弱 拽起男人的女友开始干活 势必要比一笔到底谁发出的声音更大 就是一个 九头虫仅仅是释放了一下威压 便将众人全部抹杀只留下了流年三人害活着 在他准备吸收精气时 吩咐了手下将三人擒柱带回洞府 为了活命流年只能掏出了几张符咒 击退虾兵蟹将的同时 急忙转头让奔波贝尔假装攻击他好让他疼 索性表弟的演技还算可以 杨庄攻击的同时告诫其他小兵这里有他 赶紧去抓剩下的两人 眼看着女友必迟已经快要坚持不住 金少便想出了一个法子 将前几天课金买来的远程大炮掏了出来 想着擒贼先擒王 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尊 一炮直接将九头虫腹部轰出了一个大堂 紧接着在金少开始扬言装逼时 意识到不对劲的流年紧忙拽着表弟跑向远方 结果果然不出所料 由于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导致金少的攻击非但没有击杀九头虫 还彻底激怒了他 意念涌动间竟使用魔法将金少变成了女人模样 随即在九头虫的试一响 一众虾兵蟹匠直接将金少擒注围在了中间 为首的鲨鱼哥仗着自己有两个宝贝 直接双管其下一发入国 下一秒伴着此起彼伏的声音传出 吓得流年和表弟赶紧互相捂住眼睛不忍直视 这时当九头虫注意到两人的一刹 趴在地上的金少和碧池急忙告密说他们是一个 流年是奔波霸的表哥 他们在演戏给你看 明白奔波霸已经成了叛徒 九头虫回头对着两人发出致命一击 所幸流年有着九要苍龙袍的保护者才没被妄杀 利用暴殿天物技能瞬间回血三次之后 也顾不上暴露身份了直接掏出了玉玺 本想利用玉玺传送带着表弟逃出生天 不曾想在九头虫认出流年就是咒王帝新转世的一刹了 利用密法封印瞬间破坏了传送阵 完了 这下彻底要全剧中了 来了来了 本集后面部分继续炸裂剧情 温馨提示小朋友们静止观看谢谢 上局说道 面对强大的九头虫怪事 已经被认出自己就是周王转世的流年 本想利用燃烧人黄精血殊死一搏 奈何双方实力差距过于巨大 作用在九头虫身上的攻击就像挠痒痒一般无济于事 而且还因此彻底激怒了九头虫 使出必杀技就要将流年当场灭杀 就在这时天空一道金光骤然乍现 并以摧枯拉朽之势目标直指九头虫本尊 金色光芒化作两头金龙笔直坠下 瞬间便将九头虫人手分离当场击杀 在流年通过辅助击杀暴的装备 获得大量经验连升四级的同时 只见一道骑着穷奇的身影赫然出现在半空中 而他正是阴伤太势文重 就看他从半空刚一落下 便直接跪在了流年面前 老陈文重就驾来迟还望大王恕罪 没想到此生还能再次见到大王 话音刚落又是两道光芒从空中射向了地面 他们分别是殷商青龙关总兵张贵坊 和大商勉持守将张魁 原来他们虽然都曾因守护商汤江山射击而战死沙场 但却因忠义勇猛最后还是被载入进了风神榜 因为神魄被风神榜契约的人 他们只能被迫在天界各司旗帜 如今只能把希望放在流年身上 希望流年早日飞升成仙帮他们打破加速 至此寻找表弟血战九头虫的事件 以九头虫生死到消告一段落 为了不让剩下的人泄露流年虫生成咒王的隐喻 流年还特意吩咐了文仲打开第三只天眼 利用仙法进入到大家的脑海中 将所有人关于这里的记忆全部消除 这才接受了三位爱将的跪拜大礼 目送他们返回天界消失在了天际 而在吩咐表弟回新手村继续修炼的同时 位于乱石山碧波潭水下龙宫内 盼着九头虫的身份名牌突然碎裂 九头虫的妻子万圣公主愤怒地直接站起身 到底是谁胆敢杀了本宫驸马 待我查明真相定会将你碎尸万段 画面转回到碧波台 处理完了后是流年便决定先返回皇陵完成淬炼 利用玉玺传送回到轩辕洞的一刹那 三位爱妃均已到场唯独不见妲己的身影 原来妲己是去了内殿专门为流年准备双尔翘学的材料 随即流年便把目光落在了牛贵妃身上 当她扔下了黄瓜两人火鸡火鸟地进入了卧室 急忙开始了还没完成的双目学淬炼 待到淬炼完成 成功习得技能火眼晶晶的系统提示刚响起 闻讯赶来的妲己打开房门 便直接一头扎进了流年怀中 紧接着还没等两人温存 一个自称是水宁的少女便走了进来 而她正是妲己为了流年完成双耳学淬炼掌来的关键率 据说水宁本体乃是东海之兵的灵妖 她的第一滴血可以让人听到世界上的一切细微声音 但因为水宁的第一滴血极其珍贵不能被污染 所以只能用道具来获取 话音刚落只见水宁已经躺在床上摆好了姿势 现状流年也没客气拿起了道具 先是认真观摩了一番之后 便将道具缓慢地推了进去 伴着一道尖叫声传出 水宁的第一滴血就这样成功地被采集而出 由妲己亲自操刀将血滴进耳朵 至此双耳淬炼完成 成功习得顺风耳技能 趁热打铁贵妃又拿出了另一个奇物玲珑果 流年用鼻子纹了片刻之后 淬炼酒鞘在此刻也全部完成成功解锁了人皇器物 激活了隐藏任务活动荣耀大陆 于明早九点位于万民谷刷新大型副本 完成活动奖励的物品正是重铸神兵龙奉剑的重要材料 因此流年也没有犹豫接下了活动任务 然而他也没想到一场阴谋正在万民谷酝酿 他正是经过深宫暴的透露得知九头虫被流年击杀 提前来到万民谷顾下埋伏的万圣公主 熊角四因为是女富豪的坠血 坦遭女友闺蜜唾骂嫌弃 唯独女少妇对她另免相待主动求疼爱 原来她很清楚男人不仅是咒王转世的人 而且还是杀了她丈夫的真凶 女人使用美人剂倒贴就是为了替服报仇 就在不久前万圣公主找到了深宫暴 得知夫君九头虫就是被咒王燃烧精血释放人皇血脉之力 召唤出了殷伤太世文仲才将九头虫击杀 而因为万民谷的大型副本即将开启咒王肯定回去 所以届时就是她报仇的最好时机 看着获得消息后悲愤离开的万圣公主 深宫暴这才露出了邪恶笑容 此刻她清楚地知道在通天教主没现实之前 自己的实力还不足以对抗风神榜中的文重等 所以如果可以借刀杀人才是当前最好的办法 画面来到几天后的万民谷妹 提前来到这里的万圣公主为了以防不测 便想到了伪装成普通人的模样先探查一下虚实 当看见流年走进谷内后还没来得及上前搭讪 就被一个白衣女子的突然出现打乱 来人正是小富婆方琪尔 并且为了刷副本这次她还带来了两个闺蜜一起组 然而听说了面前这个还没转职的散人竟然是方家坠许 眼光极高的方叔便一口拒绝了流年组队的请求 就连徐美娇也口出狂言表示垃圾就是垃圾 24级了还没转职就别进队伍拖后头 这时万圣公主突然出现就要应聘组队 扬言她乃是26级的控制戏法是一定会对你们有用 可就在大家同意了她的组队请求之后 没想到万圣公主直接来到了流年身旁 俯下身轻声询问起流年去没去过碧波台 惹得方奇尔上前直接打开了公主的手就要发飙 而为了不暴露身份万圣公主只能选择道歉求原谅 但心里却已经下定了决心 只要进入副本就会将所有人全部灭杀 她本是一代魔教公主殿下 如今却假扮成了凡人混进队伍 和一个妇婆抢上了老公 而男人虽然早已看穿一切却没有选择揭穿 原来她也一直在伴诸诗 就等公主露出原型好英雄就每一网把劲 不久后队伍已经进入了万民谷副本内 此次副本规则很简单 只有成功抵达最深处的boss副本层才有资格参加最终团本战 这时流年回头看向万圣公主露出邪魅一笑 因为她很清楚由于此处有天兵天将监视把守 万圣公主想要动手也需要等待队伍进入最深处才可以 一路上万圣公主都伪装得很好 一边利用自己的魔法师身份帮助队伍击杀小怪 一边获取大家对她的信任 一直到小队到达了副本boss层入口 众人包裹禁阵法后 气息全开紧用了一招 便将大家瞬间轰飞差点秒杀 而面对万圣公主的步步紧逼流年也早有准 先是召唤出了八戒防御罩 让几个女孩先进入保护罩内躲避攻击 紧接着就在她打算独自出去挑战万圣公主时 方琪尔本想和她一同面对危机 但却被流年拦了下来 从刚才万圣公主的攻击来看 你出去只会给我拖后腿 留在保护罩里最起码会保证安全等我回来吧 听到这里方琪尔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当众发誓如果流年能活着回来 就答应做她真正的妻 流年听完笑了一下 走出保护罩便向着万圣公主而去 而两人可能都没想到 这场即将发生的战斗 都被藏于暗处的天神哪吒三太子尽收眼底 眼看着流年释放影分身 对着万圣公主正进行无差别打击 但大家都明白 还没有转职的流年技能等级最高就是四季 所以万圣公主受到的伤害几乎是微乎其微 就连藏于高处的哪吒也忍不住笑出了事 想着面对一个二十级大妖 身为散人的流年竟然还敢出手挑战 真是可笑 然而下一秒哪吒便被光速打脸 因为万圣公主眨眼间就被流年轰得倒飞而出 这一幕不仅让方琪尔方心大乱 甚至连她的两个闺蜜都对流年改变了看法 纷纷抢着要为她生猴子 但显然身为二十级大妖的万圣公主 没那么容易落败 只见她起身擦掉了嘴角处的鲜血 紧接着周身开始散发出大量紫色气息 下一秒直接释放出了终极奥义紫胶领悟 目标直指流年本尊快速写来 男人的屁股被毒蛇咬了一口昏迷不醒 老婆只能用跪舔的方式清除毒素 可仅仅是舔了几口 便让她面色曹红一泻千误 原来男人乃是双修中的极品 为了让男人尽快苏醒 女人竟答应了闺蜜只要一起跪舔 就和他们共享老公 就此方八 面对万圣公主的终极大招毒蛇攻击 流年本想利用飞行法宝逃出升天 不料那法术镜自带跟踪锁定目标功能 为了活命流年只能选择把屁股晾给毒蛇 趁着毒素还没有蔓延 流年灵光一闪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那就是利用毒蛇的跟踪锁定功能 抱住万圣公主让她也成为攻击目标 伴着万圣公主被自己的大招秒杀 万民谷危机这才算告一段落 芳奇尔兴奋之余直接一口对着流年亲了过去 惹得身旁两位闺蜜一阵嫉妒嫌弃 然而就在几人吃着回血要准备恢复状态时 一道巴掌声突然响起 来人正是一直在上方观战的风神榜上神哪吒三太子 而哪吒选择现身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看中了流年的天赋想当面收她为小弟 不料话音刚落流年突然毒发晕倒在了地上 见状方奇尔只能跪求哪吒出手相救 没想到哪吒却语出惊人 表示在流年身体里的毒素她可以帮忙出手解决 但表面上的还需要你们自己处理 并且清理毒素的方法有些特殊 必须由方奇尔和她的两个闺蜜一起合力 将真气汇聚到舌头上舔是伤口才可根除毒素 此话一出顿时惹得三女一脸羞红 要知道流年受伤的地方可是屁股 如果忍不住舔到其他地方那刻怎么办 但眼看着流年命在旦夕 而两女对流年也不反感 再加上方奇尔的苦苦哀求 最终她们还是达成了一致 可就在方奇尔上前准备时意外发生了 只见一道金色龙光骤然乍现 紧接着一根金箍棒便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听着哪吒叙述这才得知 原来流年竟然是双修中的极品体质 听到这里几个女孩更是卯足了劲 小马达飞速旋转间果然看到了效果 在流年醒来的同时 哪吒又未给她一颗丹药蛇毒 这才算被彻底清除 看到流年重获新生 哪吒也没选择再次逗留 随手扔给了流年一块仙家法宝金砖 作为她受流年当小弟的见面 随后便撕裂虚空准备离开 临走前还特意留下了一枚印记 就印在了流年被蛇咬的屁股伤口上 告诉流年如果被欺负了 就可以亮出这个莲花印 可她喵的印记印在这里咋好意思往出亮 初家少爷看上了一对双胞胎姐妹花 说什么都要和人家双飞 不料姐妹花已经名花有主 并且还明确表示 他们只喜欢小的少爷不喜欢大爷 就如刚刚 位于万民谷最终包水在地栏落四入口处 幽民工会小组刚刚抵达这里 便遭受到了僵尸袭击 有着两位法师黑白双煞的宝 外加一名剑士蒋子文的突击 场面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这时一道拍手声突然传来 来人正是排名第六的星辰工会精英成员 红仇刚一见面便对两个双胞胎姐妹花一见钟情 直接自爆家门突出了第六工会的丰厚待遇 和会长哥哥红金的名号 想以此吸引黑白双煞跳槽 此举顿时惹得小颜魔气息全开 要知道他可是掌管地府的丰都大地后裔 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侮辱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出手 一块金砖突然砸中了红仇的脑袋 出手之人正是刚获得哪吒赠宝的刘年 而刘年选择出手相助 也是因为认出了幽名工会的背后身份 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丰都城的人 据说丰都城的精英都会使用一些禁术 因此工会排名升高也是迟早的事 并且如果攀上了关系 等到他们成为了地府神仙 帮父母增加杨兽 岂不是妥妥的大腿 必须趁机暴露 这时红仇发现了 刘年的金砖攻击 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才可以 便开始吩咐手下不断使用法术攻击 看他还能有多少钱杂 可他也没想到 刘年的背后不仅有方式璀璨集团的城妖 还有大唐餐饮集团 以及合家权武馆 共同组建的一支刘年富婆女友财团 对于他们来说 刘年用的这点钱简直都不够塞牙缝 从而导致刘年的金砖攻击 可以无限循环使用 伴着刘年灰金如土 开始无差别攻击星辰工会成员 敌方阵亡后许多装备也爆了出来 见状刘年紧忙开始了疯狂猎取模式 本想以此来补一些刚才花出去的钱 不料却遭到了女友团的疯狂吐槽 几百万而已 老公你就不要再去捡那些垃圾了 而且别说是几百万了 其实几亿我们也愿意给你花 可这被富婆包养的感觉 总归让刘年有些不好意思 直到幽名工会成员前来表达感谢 这才缓解的尴尬 而在双方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小颜魔和刘年也算是正式认识了 经过两人的简短商议 最终决定组成队伍共同进入兰若四中探险 来了来了 由于本集剧情炸裂全程无尿点 请各位同学备好纸巾和眼镜 闯关继续精彩马上开始 上集说到刘年和小颜魔组队成功一起进入了最终密藏 据调查里面的BOSS黑山老妖 每隔三十秒就会释放一次大招 小颜魔也不明白职业还是散人的刘年 大家共同努力争取破了闯关纪律 但既然选择了相信小颜魔也就没说什么 召唤出地狱小鬼的同时 二十八级大BOSS黑山老妖的身影 便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中 团战一触即发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刘年发号试炼 只见刘年一马当先率先冲出 利用定身符锁住黑山老妖 成功吸引了仇恨之后 命令法师黑白双煞进行远程攻击 剩下全部近战袭击黑山老妖的背后 眼看着刘年在最前方扛伤害血量已经开始下降 没想到刘年竟然使出了回春术一边掉血一边回血 要知道想回复如此多的血量 恐怕只有转职成功后的奶妈才能做到 可让大家吃惊的还远远不止这些 刘年为自己治疗的同时 竟然又释放出了群体圣炎治疗术 此法术可以瞬间让队友们恢复20%的血量 这下也让大家对通关破纪录信心倍增 这时伴着刘年一生近战后退传出 黑山老妖也开始了释放大招巨疼猛击 刘年本想使用战士技破斧陈舟出手抵抗 但由于敌方技能破坏力过于惊人 逼迫的他赶紧又使出了法师技闪现向后闪动 所幸大家有着刘年的群体治疗术 算是成功抵御住了黑山老妖的第一波大招攻击 之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不断的进攻 就在小队扛住了黑山老妖的第六波大招时 黑山老妖似乎察觉到了命不久矣 竟然用尽全身力量释放出了群体技能伤害 幸好刘年反应得快 利用奶妈技能灵魂树盾 帮助大家抵消掉了部分伤害 但小队大部分成员的血量还是见了的 反观刘年因为一直持续输出情况也不容乐观 这时只见小炎魔突然站了出来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话音刚落就看小炎魔单手指添怒喝出声 以我炎魔之名灵静之力听从召唤 灵兽地听现实的 然而见到小炎魔竟然使出了这招 急得黑白双煞赶紧出言制止 只有刘年一脸懵逼 特喵的我前面一顿操作最后轮到你装逼呗 地藏王菩萨坐下神兽地听现实震惊全场 光是吼叫才能生的威压 就让所有吃瓜群众忍不住口吐鲜血瑟瑟发抖 然而此刻地听的注意力却只被小炎魔一人吸引 因为他也不明白 仅凭一个小屁孩为何能把自己召唤出来 反观小炎魔由于释放奥义也遭受到了反噬 剑撞黑白双煞立马跪地请求地听出手相助的同时 战区的另一侧战斗再次打响 面对着黑山老妖第二形态的大招释放 刘年甚至连少林绝学金钟罩都用了出来 抵御助攻击的同时 还不忘吩咐战队成员一定要保持持续输出 只有这样才有希望破了通关纪律 此时另外一边小炎魔显然也是提前做足了攻略 只见一只鸡腿突然出现在手中 递上去的瞬间 就看见地听双眼泛光口水直流 吃到嘴里后这才勉强答应帮小炎魔出手一次 所以就在刘年吃着回血药准备致命一击时 随着一枚地藏圣印被地听祭出 仅仅是用了一招 便直接将黑山老妖镇压只剩下一口血残存 原来被召唤出来的地听原则上 不能出手击杀游戏里的精英怪兽 否则将会被上界天神制裁 因此黑山老妖这才被流了一口气 让刘年等人出手击杀 众人见状也没客气 纷纷使出绝学对着黑山老妖开始无差别打击 而伴着黑山老妖惨遭群殴断了气 刘年等人通关幽名谷的消息 很快便出现在了世界公屏上 此刻位于幽名谷出口处的星辰工会小会长 同样也看到了消息 忍不住开始怒骂黑白双煞一定是我 惹怒我星辰工会等你们出来 定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残忍 来了来了他来了 蓝人因为太勇猛被三个角色女友夹击 面对修罗场他果断选择逃回了家 却没想到家里也有爱妃们翘首以待 看来今天是避免不了一场激烈枪战了 就如刚刚 刘年小队成功击杀了万名谷BOSS黑山老妖 送走神兽地厅之后 刘年和小炎魔便开始了组内分配奖励 分配结束才刚走出副本 就看到了一直蹲守在此埋伏的星辰工会小会长 还以为打完团战刘年和小炎魔会元气大伤了他 非要让刘年等人交出装备才肯放心 没想到却被小炎魔提前在其身上下了死咒术 直接让围批成了干尸 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 因为小炎魔使出的禁术没有被游戏录入系统 导致小会长真的死亡并没有再次出现在复活地 因此星辰工会剩下的成员就要将此事上报给游戏管理员 眼看着小炎魔突然站出来表示一切后果都由他来承担 索性刘年也不藏着掖着 说自己认识上神哪吒兴许能管用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黑白双煞一阵嘲讽 别吹牛了你要是认识哪吒我还认识玉皇大帝呢 听到这里刘年的后宫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 纷纷站出来证明刘年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但让刘年却没料到一场女人的战争就这样因他而爆发 双方由争论大赛迅速转变成了笔球大赛 由于敌我双方势均力敌 最后只能用球碰球的方式决一胜负 经过一番大战过后 还是小炎魔出言制止这才停止了这场闹剧 这事伴随着一阵系统警告声传出 只见一道身影撕裂虚空 当人们看到来人长相后这才发现 此人正是前来惩罚小炎魔的上仙游戏管理员巨灵神 那一瞬间释放出的神仙威压 让在场所有人都失去了抵抗能力 面对巨灵神的怒火 刘年赶紧站了出来 表示这里人多可以随我去角落里了 我给你看样东西 如果你还不能消气那便由你处罢了 而就在巨灵神同意请求后 小炎魔又偷偷下令让黑白双煞暗中跟随 以便起到保护作用 可让两人怎么也没想到 刘年才将巨灵神带到角落 就直接脱掉了裤子 巨灵神显然认出了刘年身上的印记 就是上神哪吒的莲花印 然而在黑白双煞的视角里 却呈现了另外一幅尴尬画面 那一瞬间的视觉冲击 让两人情不自禁地羞红了脸 随后又紧忙收起情绪转身离开 势必要将此事如是告知小炎魔 不久后当刘年两人回来时 巨灵神明显地换了一副嘴脸 说了几句告别的话 就紧忙离开去巡逻其他地方 此刻黑白双煞看向刘年 就像看鸭子一般露出鄙视表情 幸好小炎魔没有相信他俩的话 双方做了简短告别之后 便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于此临时申公报正享受着奴仆的服饰 葡萄在嘴里过滤一下 就要未到嘴边时一道怒吓声突然传来 过好了申道长 万圣公主死了 然而听到消息后 申公报却丝毫没有感到意外 因为万圣公主就是她的一枚棋子仅此而已 既然棋子没有起到作用 那便只有自己动手设法 获取人黄血脉这一条路 但出门前还是要先释放一下压力比较好 随即她便看向了 正呈现出一点崇拜表情的奴仆 画面转到万民鼓 此刻刘年小队正在上演着内讧 对于刘年的使用权 经过三女的不断言语刺激 最终还是爆发了内战 然而结果还是原配老婆占据了上风 老公快跟我回家吧 今晚我会好好服侍你的 一枪难敌三动的道理刘年还是懂的 因此她只能谎称有失一股烟飞奔而去 只留下了三女意犹未尽的在原地哭泣 跑了一段时间看到没有人追来 这才拿出了玉玺 带着材料传送回到了咒王陵墓内 就看爱妃们正被烟雾环绕周身 询问好才知道原来他们是在为铸造龙凤剑 而做着准备工作 待到一切准备工作完毕后 就可以完成龙凤剑锻造了 见状刘年便趁着有时间 直接在原地打开了系统奖励的 二十级玉玺里包 没想到打开的奖励 竟然是万妖摘星楼 此法宝可吸纳妖魔妖丹 进入摘星楼内复活关押 并且还可以对里面的妖魔进行驯滑 沉浮度达成百分之五十 就可以使用其身上的一种神通 达到百分百后 可以召唤他们出去为自己作战 而且刘年在摘星楼里是无敌的存在 里面关押的妖魔 无论多强大都无法对刘年造成伤害 看到这里出于好奇 刘年立马选择进入了摘星楼内 紧接着两个被关押的妖魔 便出现在了眼中 而其中一人正是被刘年击杀的万圣公主 男人只是在人群中看了女故事一眼 就下了决心一定要给她做核算 可女孩却誓死不从捍卫真解 没办法男人只能用绑的方式 顺便连旁边无辜的观众也一起办 就说 为了隐藏龙凤剑 刘年特意将她伪装成了干江诺野剑 用她一路斩杀妖兽升级刷怪 简直和斩瓜切菜一样容易 这时世界海民第25的缅西营火工会 飞行邮轮突然从上空掠入 此刻邮轮里正进行着新成员入会欢迎仪式 讲话的人就是工会会长陆管 通过她的不断洗脑泊 新入会的萌星们显然已经被热情点燃 一同呐喊出声 势必要将缅西营火工会推向另一个高度 这时陆管突然走下高台 路过一个女护士时这才停下脚步 轻声询问她现在还愿不愿意继续回去 做那些权贵的牛马 直到听见女护士的否定答案后 这才内心发出邪笑满意的点了点头 至此新一轮的工会内心活动就此宣告结束 没过多久就看路管抬起手 让大家先把嘴闭上 开始介绍窗外部演出的孤注山就是工会驻地 并承诺大家只要进入驻地 就可以享受极品灵权免费浸泡8小时的新成员福利 此话一出邮轮里直接炸 要知道极品灵权浸泡可是会获得双倍经验的加成 但在此之前却要先将自己的手机全部上交 因为按照路管的话说 只有这样才可以抛除杂念全身心投入升级中 然而大家却没看到 在将手机全部收齐的一瞬间 路管都开始忍不住笑出了声 画面一转众人已经降落在了孤注山内 只见一些胆大的人走在前头吆喝着 身后胆小的人虽然有些犹豫 听着工会老成员安慰这才放下心 跟随大家向着山洞内走去 然而才刚到驻地中心路管 便迫不及待地露出了邪恶嘴眼 欢迎大家来到免息人类养殖场 话音刚落一些眼尖的新成员已经发现不对劲了 但从他们踏进山洞后就已经为时已晚了 这时就看路管身后空间突然出现树道漩涡 紧接着一个人头便从漩涡里伸了出来 等到露出全貌大家这才发现 来人正是著名大妖白骨夫人的属下古奥天 将这些人带到这里 就是为了让古奥天带回去孝敬白骨夫人 路管唯一的请求就是在带走之前 让他和兄弟们享用一下这些女农心们 随即经过古奥天的允诺后 只见路 大手一挥 女护士首当其冲被水柱卷了进去 就连大商工会的卧底红艳也没逃出魔爪 与此同时在外界的天空中 大商工会会长江雪正追寻着红艳留下的记号急速飞行 派出卧底潜伏免吸引火工会 就是为了探查他们背后的影 恰巧此刻刘年刷完野怪正坐在树枝上休息 天空飘过树道倩影让他瞬间精神了起来 是不是有什么不副本刷新了 那还刷特喵的什么也怪啊 是又会大哥一旁关架 让手下小弟可敬干 无妙却遭女孩一脚抱担 陆馆会长眼瞅着自己手下吃鳖 只能先把女护士放在一边 仅仅是释放了一招水龙卷 女孩便以身负重伤再无还手之力 这事速到兵舰突然出现 让女孩瞬间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因为来人正是她的工会会长江雪 面对江雪的到来 陆馆显然没打算和她正面硬钢 将目光看向古傲天大人的一刹那 只见古傲天只是略微出手 便将大商工会的众人一击轰散 但此等攻击显然还没达到可以伤害江雪的程度 陆馆见状一马当先直奔江雪而去 你们缅西工会居然敢勾结妖魔残害同胞 哈哈哈哈 只要利息足够大 老子连爹妈都能卖知道吗 话音刚落陆馆一招水流斩直接射向前方 只见江雪将宝剑立在胸前 寒冰牢笼四个字脱口而出 下一秒一鼓鼓寒气爆发间 竟然直接将陆馆的手臂完全冻住 带到江雪上前击碎兵款 被一击秒杀的陆馆显然已经失去了战斗力 缅西工会的是我已经上报给了管理 现在我命令你立刻释放所有玩家听明白了吗 然而还默等江雪有下一步动作 随着古奥天发出阵阵谢谢 一把鼓剑便从他的身体里抽了出来 此刻陆馆还想舔个脸求古奥天毕业 没想到下一秒他就成了第一个季节之人 看着会长惨死缅西工会剩下的人开始四散逃亡 可也仅仅是多活了几秒就被古奥天全部斩杀 江雪明白古奥天的实力不容小愧 所以他一出手便是终极杀招 然而古奥天内被一分为二的头颅 竟可以自动愈合恢复如初 紧接着古奥天气势全开直接把江雪困在了气流中间 伴随着一支不间断的攻击 江雪的体力也逐渐开始不支 就在这生死时刻一道红光突然出现 眨眼间便已将古奥天人手分离 在古奥天又一次开始身体重组时 江雪瞪大了双眼这才看清来人长相 主角都是最后登场 不好意思美女 我来晚了 男人号称是这款游戏里的最强散人玩家 一个人来英雄救美却遭到了美女们的炒口 因为她面前的怪物根本就不是游戏里的NPC 而是现实中货真价实穿越进来的真妖怪 但流年当获得了12条命根本没在怕 只是队伍中一个女队员身上散发的妖气 让她一时间也蒙了拳 这时古奥天抓住剑戏突然发起偷袭 回过神来流年一边吩咐江雪他们赶紧撤退逃离战场 一边顺发剑势剂把刀斩砍向前方 可即便是技能命中了古奥天 他只要还有一丝法力就可以无限复活重组身体 听着江雪在身旁的介绍 流年便新生一技准备剑招拆招 利用他可以无限不间断使用技能的天赋 开始对古奥天进行无差别打击 在流年的无消耗无限连击下 还真看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只见古奥天重组身体的速度 显然已经被流年的攻击彻底打乱 在第N次重组时 甚至都错误地把脑袋重组到了裤腰带上 这尴尬一幕不禁让在场众人都笑出了声 眼看着效果不错 流年便又开始了无限连击 最终古奥天因法力不足 还是被流年拖垮当场击杀 这时看到流年竟然真的斩杀了妖将 江雪这才认出他就是那个刷新万民谷副本的最强散人 想到这里他便开始筹划如何才能将流年收进工会来提升工会实力 就连身旁获救的女护士都忍不住开始向流年按送丘过 但此刻流年却不敢有丝毫放松 因为经过了爱妃们对她的嗅觉淬炼 她已经确定闻到了那名女队员身上的妖气 索性直接向她发起攻击来探探虚实 不料却遭到了大商工会成员们的阻挽 你是心疯了吗 为什么突然攻击我们工会的人 见到江雪替自己辩护副会长红燕紧忙又假扮起了柔弱 并只向流年谎称她曾想侵犯自己 没有得手这才恼羞成怒下起了杀手 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一众女队员们的嘲讽 而江雪和红燕又情同姐妹 虽然她也感到了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选择相信了红燕 反观流年根本就没打算做出解释 看向红燕扬言妖精就是妖精 既然你这么冤枉我那我待会就如你所愿 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色狼 此话一出大商工会的成员已经开始向流年发起了攻击 而暗处的红燕隐藏在双手后面斜暗的脸也浮现了出来 这里还被欺负委屈痛快 有的男同伴提刀上马准备英雄救命 因为这个场景她已经等了多年 就像女孩让她一身相许 从此抱得美人归 光是想想就让她流下了口水 这现实却是大姐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放流年走谁也不许拦着 带到流年渐行渐远不见消失 江雪会长这才轻轻扶起了副会长红燕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阵阵嘲笑 只见红燕周身开始散发红色气息 紧接着人皮面具融化间 大摇白骨夫人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还没等江雪反应过来 就看白骨精已经动手了 瞬间释放出的白骨领域将大商工会的众人全部拢罩 因为领域的特殊性 即使江雪想发出信号求救都没有一点可能 伴随着白骨领域缓慢展开 许多实力弱的成员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鞭 就连江雪面对这持续不断的白骨攻击 也开始有些体力不知只能勉强招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雪中是没能扛住攻击被白骨牢牢困在了原地 听着白骨精的叙述才得知 原来假扮红燕引诱江雪到来 还有鱼儿免息工会的这一切都是她的计划 但现在后悔却已经为时已晚 想着自己还没见到梦中的那位王 面对致命一击 她只能遗憾地闭上双眼等待死亡降临 最后在这时白骨被一箭瞬间砍断 而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被她赶走的流年本尊 死里逃生让江雪的双眸忍不住锁定在了流年身上 原来拥有火眼金睛的流年早已看穿了白骨精的轨迹 假装被驱赶就是为了让大商工会的人长长记性而已 此刻恋爱恼女护士即便是有白骨缠身 也在努力地向流年爬去 发誓获救后一定要伺候流年一辈子 但同时也有一些别的声音传出 有怀疑流年实力不足打不过白骨精的 甚至还有说流年是和白骨精一伙的 气得流年反手对着无脑男就是一百砖 但大妖中就是大妖 面对流年的出现她不仅没害怕反而自信地发出宣言 表示如果流年可以击败她 她就甘愿生生世世做流年的女母让她发现 眼看着流年还真笑着要白骨精乖乖交出腰带 双手发力一招白骨怨灵瞬间发出 在她眼里此刻就算是真先来了也无力回天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流年竟然选择顶着 攻击冲向白骨精 而流年做出如此选择自然有她的道理 因为刚刚获得九头虫十二条命的原理 所以即便是过程中白骨精的攻击 斩杀了她两次也没有事 眼看着流年马上就要来到面前 一句摘星谋剑 瞬间让白骨精瞪大了双眼 龙缩剑特技 龙凤斩 这一还被欺负委屈痛过 有的男同伴提刀上马准备英雄救命 因为这个场景她已经等了多年 就像女孩让她一身相许 从此抱得美人归 光是想想就让她流下了口水 这现实却是大姐只说了一句话 那就是放流年走谁也不许拦着 待到流年渐行渐远不见消失 江雪会长这才轻轻扶起了副会长红燕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一阵阵嘲笑 只见红燕周身开始散发红色气息 紧接着人皮面具融化间 大摇白骨夫人的身影便映入了众人的眼中 还没等江雪反应过来 就看白骨精已经动手了 瞬间释放出的白骨领域将大商工会的众人全部落罩 因为领域的特殊性 即使江雪想发出信号求救都没有一点可能 伴随着白骨领域缓慢展开 许多实力弱的成员们已经成了瓮中之鳖 就连江雪面对这持续不断的白骨攻击 也开始有些体力不知只能勉强招架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雪中是没能扛住攻击被白骨牢牢困在了原地 听着白骨精的叙述才得知 原来假扮红燕引诱江雪到来 还有鱼儿免息工会的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但现在后悔却已经为时已晚 想着自己还没见到梦中的那位王 面对致命一击他只能遗憾地闭上双眼等待死亡降临 最后在这时白骨被一箭瞬间砍断 而伸出援手的人正是被他赶走的流年本尊 死里逃生让江雪的双眸忍不住锁定在了流年身上 原来拥有火眼金睛的流年早已看穿了白骨精的轨迹 假装被驱赶就是为了让大商工会的人长长记性而已 此刻恋爱脑女护士即便是有白骨缠身 也在努力地向流年爬去 发誓获救后一定要伺候流年一辈子 但同时也有一些别的声音传出 有怀疑流年实力不足打不过白骨精的 甚至还有说流年是和白骨精一伙的 细得流年反手对着无脑男就是一百砖 但大妖中就是大妖 面对流年的出现他不仅没害怕反而自信地发出宣言 表示如果流年可以击败他 他就甘愿生生世世做流年的女模让他发现 眼看着流年还真笑着要白骨精乖乖交出腰带 双手发力一招白骨怨铃瞬间发出 在他眼里此刻就算是甘鲜来了也无力回天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流年竟然选择顶着攻击冲向白骨精 而流年做出如此选择自然有他的道理 因为刚刚获得九头虫十二条命的愿力 所以即便是过程中白骨精的攻击斩杀了他两次也没有事 眼看着流年马上就要来到面前 一句摘星谋剑 瞬间让白骨精瞪大了双眼 龙缩剑特技 是什么能让一个女护士当众下滚 想着要给男人当暖床丫鬟 就连身边所有的异性都开始自告奋怨 抓准时机势必要抱上这个大头 原来就在刚刚流年只是略微出手 便击杀了文明西游神话里的大妖白骨精 而相比于游戏里的其他女玩家 江雪还算是淡定的 她只是不明白为何一个在游戏里还没转职的散人会有如此失灵 这时一道道尖叫声突然传出 大家的目光都齐刷刷地看向了流年的下面 当流年反应过来这才发现 原来是九头虫的九条命在刚刚的战斗中丢了两条 剩下的几头忍不住钻了出来告诉流年 需要尽快双修补充能量才能让他们复活 眼看着流年因九头虫浑身开始散发妖气 黄毛男紧忙又站了出来开始声讨流年 就连江雪也开始对流年起了疑心 忍不住询问他到底是人是魔 这时黄毛男抓住两人聊天的见识 偷偷用手机联系了游戏管理员 随即没过多久就看一道金光骤然乍现 上仙剧灵神的神体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当剧灵神落地的一刹那 除了流年所有玩家都因剧灵神的威压匍匐在地 而此刻最为高兴地莫过于黄毛男本尊 他无比期盼着剧灵神可以当场斩杀流年 然而他却听到了江雪净主动下跪请求神仙手下留情 就连那个女护士也主动站了出来说要替流年接受惩罚 但剧灵神显然根本没打算理会他 只是俯下身来到了流年面前 剑撞黄毛男的心都要飞了 他甚至开始幻想自己立了功 所有女玩家都主动来抱他大腿走向人生巅峰的场景 不曾想在威压解除的那一刻 剧灵神竟然当众一把将流年搂进怀中 亲密的就像好久不见的老朋友一般 惹得黄毛男急忙上前告状 说流年身上有妖气和妖魔式同打 应该当场击杀以凭名分 不料下一秒所有人又再次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因为剧灵神听说了刚刚的事后 竟主动要检查流年的下面 看他是不是真的有九个宝贝这么神奇 看到这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明白了 流年显然和剧灵神很熟悉 要不也不会做出如此亲密的动作 而黄毛男自然也看出了端倪 当场扬言要将剧灵神的包庇行为 检举揭发到游戏馆里处 然而换来的却是剧灵神的一个眼神 黄毛男就被瞬间震飞锦剩下了一口血狗言残喘 而就在剧灵神准备下杀手时 上空的空间突然被撕裂 紧接着就看到了二狼神杨茧从裂缝中缓慢走了出来 男人挤用了九九八十一分钟 就误关了别人几天才通关的黑神话悟空 因为他不是博 正是货真价实的大师兄斗战圣佛孙悟空 就死了 二狼神杨茧带着笑天犬收到举报前来捉腰 面对上神的威压 在场的所有游戏玩家全都匍匐在地不敢出声 唯独一人昂首挺胸不肯跪板 而他的理由更是让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冷汗 那便是终有一天我的鲜味会在你之上 相信此话要是在别人口中说出大家都会认为是个笑话 可要是换成一直在创造奇迹的刘年就另当别论 发出举报的黄毛男看到刘年竟敢对上仙如此无礼 邪笑出声的同时果然看到笑天犬动 那架势根本没打算理会众人的劝警 日接全速冲刺向着刘年正面扑去 然而就在大家以为刘年凶多吉少 黄毛男甚至都高兴地起身开始手舞足蹈时 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笑天犬像思遇见亲人一般对着刘年撒娇 直到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是上一院笑天犬因为在凡间其母狗被二郎神贬入凡间 所以现在看到的乃是更为温顺的二代笑天犬夫妇 听着笑天犬主动汇报说刘年身上根本没有妖怪气息 据灵神见状也紧忙开始附和 表示哪吒三太子曾说过刘年在双修天赋上异于常人 所以散发的妖气其实就是他凝聚出的九个二弟而已 听到这里杨检也明白了事情缘由 对于黄毛男的诬告造谣 直接施展法术让其等级回到了初始阶段重新修炼 随即将笑天犬召唤回来准备离开时又转头看向了刘年 留下一句我在尚未等你 便撕裂虚空消失在了原地 然而被剧灵神泄露隐秘的他却遭了压 因为在场的所有女玩家都开始自告愤怒 要一起服侍刘年九个老弟好抱上他这个大腿 画面来到游戏小世界里的某处 眼看着黑神话悟空已经被通关 感受到一股气息正在追赶他而来 男人直接扔掉了游戏机展示霸气宣言 我只想找个地方安静的王会游戏 没想到你二郎神竟然一直追到这 那就别怪俺老孙送你上西天了 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美女主动投怀送抱 不惜献上洗面奶为代价只为获得一次配偶权 听说了他的本事后 更是有的修仙戒女大佬蜂拥而至一发不可收拾 原来男人号称双修戒最强卢顶 拥有九个宝贝的他只要与其修炼一次便可得十年 泄露完流年隐秘后 聚灵神看了看被女孩包围的流年 尴尬地笑了笑便撕裂虚空离开了原地 流年的一系列洗脑演讲后 江雪内心对传统的认知显然已经开始动摇 某一刻甚至有了上前抢夺流年的冲动 这想法一闪而过江雪紧忙抛去杂念屏住了呼吸 因为她知道只有梦中的那个人皇才能真正配得上自己 不久后众人来到了山洞外 因为还要解救其他的同伴 江雪便带着大商工会成员先行一步率先离开 看着身后这群无家可归的人 想着自己之后也会成立工会 便让这些人先去找方奇尔让他帮忙筛选一下 选择出一些精英等创建完工会再吸收进来 这时宝华楼清秋雅突然打来了电话 说有他父亲的消息了 让流年赶紧来宝华楼详谈 而当流年来到宝华楼后 让他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 只见刚洗完澡的清秋雅迎面走来 表示宝华楼的消息都是收费的 但前他自己有了事 所以只要流年答应他一个条件就可以获得消息 那就是利用流年的双修天赋 立刻帮助他修炼突破境界 防热女修遇见极品双修男 一王五十四给他彻底榨干 唯独苦的门外偷听汉 用了五卷卫生纸奖励自己却还是没解诚 袖子弯道 二郎神杨柬奉天庭御旨 特意下界捉拿疑似叛逃西方教的斗战圣佛孙悟空 有着孝天犬的嗅觉加持 杨柬终于追寻到了孙悟空的气息 这时孝天犬本想出手立功 却被杨柬一挤拦住了去路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以孝天犬的实力 不出一个回合就会被孙悟空击杀 不久后就看两人刚一见面 孙悟空便忍不住发起了牢骚 我特喵的精也取了魔也杀了 现在没事躺平玩会游戏都要被通缉吗 然而在杨柬眼里 孙悟空如此随意丢弃佛位 就是触犯了天庭法规 剑状悟空也懒得和他解释 挥起金箍棒两人便扭打在了一起 上神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 只见杨柬挥出三尖两刃刀拉开了身位 紧接着毫不犹豫地直接开启了轮回天眼 发射出一道极其苦固的死亡设计 威力之强就连孙悟空也得选择碧其风骂 然而就在两位上神彼此交了憨战淋漓时 位于宝华楼的卧室里 也在进行着一场春天的战斗 伴着流年的七个宝贝一有而出 青秋雅这才终于确认了他得到的消息属实 流年果然就是那万年不遇的双修极品体制 因为他们青秋一族从小精通双修之术 为此青秋雅便决定让七个兄弟一起上 希望以此来发挥出最大功效 而事实果然如他所料 在七倍快乐的加持下 他的实力很快便突破到了寻先后期 要知道这一个小境界可是强了他四百年的时间 如今一夜便获得了突破 如此功效让青秋雅更加不敢懈怠 再次投入战斗时 没想到却意外复活了流年已经死去的八弟九弟 随着两个弟弟的加入战场 已经开始呈现了一边倒的趋势 可两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战斗已经被人从头看到了 门外偷窥之人正是流年的徒弟小八戒 几个小时后青秋雅经过了五十次修炼已经精疲力尽 境界实力最终只能止步在了玄仙大圆满 雅姐姐 这下你可以告诉我父亲的下落了吧 听着流年问话斗的青秋雅邪魅一笑 强行转过身来表示据可靠消息称 你父亲是被困在了蜘蛛精的盘丝洞里了 听到这里顿时吓了小八戒一跳 因为盘丝洞正是他母亲的洞夫 他是天鹏元帅猪八戒的重孙 却因为有个广奉娘亲 让自己哥们成了后殿 这其中关系有点乱 一切要从小八戒发现流年要去盘丝洞说起 因为流年的爸爸疑似被关押在盘丝洞 而盘丝洞正是小八戒蜘蛛精妈妈的动物 然而就在小八戒准备和流年坦白时 一道尖叫声突然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尖叫的来源是一间按摩酒吧门口 此刻一个矮粗胖正捆着一只兽娘上下其手 由于人类女人她已经玩腻了 所以今天必须要寻找一下刺激 二发没说解开绳子就直奔兽娘而去 然而就在兽娘受撞击晕倒之际 流年和小八戒的突然出现直接打断了她的劲 想着以后可能还需要流年的帮助 小八戒便挺身而出亮出了九尺钉耙面向前方 这时听说矮粗胖乃是土行孙的儿子 小八戒便开始和流年窃窃私语 表示只要将这小子告到文仲天尊那里 他定然不会有好果的吃 因为文仲和土行孙是死对头 所以此话一出矮粗胖就已经损了 扬言都是先家后裔何必苦苦相逼 可就在小八戒刚放松警惕 矮粗胖双眼凝聚间 拿起武器便向小八戒发出了偷袭 没想到流年早已看穿了她的狗戒 一招妖法子骄零武瞬间洞穿了她的胸膛 而随着矮粗胖被秒杀 一条捆仙绳法宝也同时报了出来 直到小八戒亲眼目睹了流年出手 这才相信关于她的传言都是真的 流年虽然是凡人但攻击力却足以堪比真先 向流年表示感谢之后 小八戒就把目光看向了晕倒的兽鸟 就要把她带回家进行特殊治疗 一道怒吓声下的她紧忙退后几步尖叫出声 因为来人正是她的母亲蜘蛛金珠十娘 听着小八戒介绍说流年 就是击杀白骨夫人的那个凡人 朱十娘先是解释称自己的洞府盘丝洞 因为被深宫暴征用了 所以才选择临时回来照看小八戒 随后又把目光看向流年 心中暗道原来她就是那个 拥有先天极品双修体质的凡人 从清秋雅的朋友圈可以看出 如果和她双修一次 就可以提升一个小境界 吃了蝌蚪还能增加寿命 我一定要想办法得到她